弟兄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联播网,我是又伦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出海去 出海,之前有说过我们在看海 然后呢,去亲近海洋,去玩玩海水 但是呢,如果说要出海的话呢,是要搭渔船吗 好,不会让大家那么辛苦 渔船呢,是渔民要捕鱼的时候很辛苦哦 会很多的一些危险 那我们当然要搭比较好一点点的游艇了 那对于很多台湾地区的朋友来说,虽然我们是四面环海哦 但是呢,好像大家搭这个游艇的几率不高 有可能是到里岛地区去玩,你是用搭这个游艇的方式 但其他的时间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 像现在大家比较容易亲近大自然,可能就是往山上去 但是往海边的人倒是还蛮少的 可能都是在海滩玩一晚游个游玩玩水 这样子就结束了自己的休闲活动哦 但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大家去坐坐游艇 然后就去看海 而且呢,是到比较远的海面上哦 不是说只有在旁边的一些周围的海域哦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整个海洋的资源 海洋的风景到底有多么的美丽 而且是,也是会让大家觉得说看了心旷身影的那种感觉 邀请到的专家呢,我们要来特别介绍咯 深宏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他目前是负责游艇事业部 所以说这个游艇部分的这个专业 等一下呢,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聊一下了 我们来欢迎邓湘玲执行长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很温柔的声音对吧 大家还没有看到画面 他今天也是穿得很朴素哦 一身都是黑色的打扮比较俐落 然后看起来很温柔 很难想象 哇,现在的执行长都是这样子的吗 这样子的话有办法 员工好好的约束吗 我们公司很幸福 请到的员工自律都还蛮高的 所以那个执行长就不需要那个大声的骂人说 你们全部给我不准讲话 没有,其实现场的同仁很辛苦啦 所以我们其实做主管比较常是在背后支持他们 因为呢,像这个也算是服务业 是 在游艇事业部这方面 等于是说要让大家能够多多接触到游艇 所以呢,就需要很多的介绍 然后呢,像现在的人 其实对于服务品质要求又很高 如果说像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如果脸都很臭,都不笑的话 其实可能那个客人就会远离你 就不会靠近你了 因为就会觉得有距离感了 其实我们公司在台北市是做饭店的 那包括我们现在游艇事业部的这个 所谓的八斗子游艇港星辰码头的部分 我们的港长吴副理 他其实也是从饭店部门调过去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针对客人服务这一块 我们希望提供给客人的是像饭店这样子优质的服务 而不只是玩游艇而已 对,然后呢,为什么会觉得特别 觉得嫉妒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因为自己很喜欢听那个海浪的声音 结果呢,在前阵子 因为在这个海客馆 我们做一些系列的报道 刚好呢,就是可以搭游艇出去采访啊 真的是就没有缘分啦 就是刚好要做节目 没有办法去做采访 就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仁了 就看着他们拍照传回来 哇,真的是坐上了游艇 然后看上 看那个海面的那个风光明媚的那个样子 就会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 因为先前是为了举办这个 沃托邦的一个海洋狂想 等于两天的一个活动 很精彩 刚好同事就回来说啊 好赞哦 那一天坐的那个游艇啊 非常的不错 很舒服 然后吹吹海风 这个呢,就是由这个 深宏建设所提供的 赞助的,对不对 所以呢,对于提振地方来说 等于说在七龙八斗子这个地方 也是跟海科馆这方面一起努力 希望说在整个八斗子渔港这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它现在是比较寂静的 比较宁静的 然后希望它能够再次的繁荣起来 是 对 其实海科馆跟他接触过之后 馆方人员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方 大概努力了十几年 真的对他们非常的佩服 所以当深宏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就会觉得 其实一定要加入这个大家庭 那因为我们是 等于是海科馆的邻居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在基隆整个海域的狼带上来讲 大家应该都要尽一份心力 那让全国各地的民众来到基隆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一站一站的玩下去的 对 就沿路沿线的玩 对不对 不只是说到这个海科馆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知识 比较算是比较科技方面的 会告诉大家说 以前是怎么样捕鱼的啦 或者是海里面 为什么会有什么黑潮啊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些的基本的尝试 我们以前在科学的一些课本上面读到的 他们其实都做了一些模拟 让大家来做尝试 除了到这边玩之外呢 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出海去的话 那就是更棒的一件事情 当然啦 随时欢迎主持人来 我们的船在港区里面随时stand by 所以其实像从那个饭店的连锁业 然后跨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游艇事业部门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在路上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服务嘛 对不对 另外呢 跑到了海边的一个服务 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 尤其是说在游艇的部分 如果说以我这个市井小民来说 我就会觉得说 搭这个游艇 一趟可能所费很昂贵 然后如果说要再去学那种游艇 当作一门技术或者是说你的休闲生活的话 因为你知道说有一些 他很努力在工作 然后有积蓄 然后他又很想要学开船的人 到后来他又会想要买游艇的人 他就必须要考执照嘛 然后呢 也必须要买游艇 但这方面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好像遥不可及耶 执行长说 我们刚刚自己在下载聊 他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现在都已经在改变了 对 如果说我们像从游艇驾训来讲的话 如果一般自用的话 其实他不用破万就可以学得到 是 我们学驾照还要呢 对啊 是啊 所以其实他费用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 那一般如果刚刚您提到是说 他如果要当作一门技术 所以营业级的话 他可能就大概在两万出头 那其实这是当你拥有这个执照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门技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费用也是还好的 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把它当作一门专精的一个技术的话 因为如果是专业的话 他一定要学一些海象啦 是 你怎么去观察啦 然后还有一些的基本的一些天后啊 海洋的知识也都是要的 因为你在负者可能就是很多人的安全 对 所以呢这个可能收费方面的话就会比较 其实两万多如果说当作一个终身置业 自己要去工作的一个投资 应该算 是还蛮划算 像我们现在包括您刚刚提到 包括海象的一些专门 因为大家毕竟到了这个领域 它是完全陌生的 是 所以像我们的师资其实都是从海大 都是海大的老师海大的教授来教 所以其实进入门槛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只是说当你真的其实就像学开车一样你有驾照跟你能不能开车上路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刚刚您提到说是不是要买船 其实现在有很多另外还有租船 租赁的 对 您可以做租船的服务 那其实他的费用就没有 没有像买船这么贵了 对 因为像是右轮的朋友 他就是想要求婚 他就别出心裁的 就想到说来个海上求婚 然后邀请了所有的亲人跟朋友 大家大概有二三十人吧 全部就从淡雪的渔源码头搭船 是晚上的时候 那个船它其实就是点缀了很多的一些五颜六色的灯泡 闪亮亮的 上面就放了一些 他精心挑选的一些快节奏的歌曲 然后求婚的时候就放了很浪漫的琴歌 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在求婚的那一刻其实是在海面上 是在往这个等于蒙甲大道万华的那个 大道城 对 大道城那边去 然后到了那边是一个折返 然后就是整个求婚 整个一个过程就是在那个航行当中 所以就觉得还蛮特别的 会让这个新人应该是永生难忘的 像八头子这部分的话 这样的一个游艇的一个服务 目前大概有除了刚刚所说的 它可以提供给大家说 业余或者是职业的一些训练课程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课程才刚刚有开这个 一门学习的课程 对 那像这个课程的部分的话 它是定期大概多久会开一次呢 我们在八头子边的话 平均两个月就会开一班 那我们这边主要在做的是营业级的 因为像海大或者是隔壁龙洞 他们都有做自用的 所以我们有稍微做的市场 区隔 对 市场区隔 所以其实自用的话 一般像海大它那边就可以学了 对 然后如果说是要那个职业等级的 就来这边 然后是有专门的海大的老师 也是会来教大家的 那如果说像一般的民众 我就是单纯的要来玩的话呢 其实如果单纯来玩 其实是可以搭船去做这个附近鸡龙雨 然后大象岩 然后潮信公园这样子的一个海上的绕行 那大概时间大概也都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等于让台湾的人从海上看看台湾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海岸看海岸线 看看外面的海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从外面往里面看 看看自己的台湾长什么样子 其实非常的美 几率真的很低 因为有时候像利用我们去海边玩 它都会有警戒线 对 那个警戒线你就不能再越过去 不然的话那个救生员 他的口哨的那个声音就会响起来了 但是呢 其实如果说你有机会搭上这个游艇 这样子出海去的话 当然还是要办一些基本的手续 我记得那时候同事说 我们的那个海科馆的工作人员 就有告诉我们说 你们身份证要带 然后还要带其他东西吗 其实不用 现在台湾其实政府 他在开放这个所谓的游艇生活 其实他尽量让所有的手续 变得比较简便一些 所以其实如果您搭游艇出去的话 其实只要带身份证 而且还不一定用得到 因为我们是会做一个报官程序 那海巡这边他是做抽验的 就是他会去抽验说 是不是确定是不是你这个人这个身份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其实他没有 因为不是出官 所以没有其他手续了 所以呢 就是真的很方便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像搭飞机一样 搭飞机真的就是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要等很久的一些时间 除非你已经有办那种快速通关了 不然的话可能有时候 那个行程就是这么多人 你就慢慢的排吧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是搭游艇 想要出去玩一下的话 放松一下心情 其实呢都有很多的一些旅游行程的规划 那一开始听到说像 八斗子新城码头 那他好像现在的名称是这个名称吗 还是说一般人会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名称 碧莎 碧莎渔港 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其实应该是说八斗子渔港 他本身范围非常的大 那碧莎渔港 它是当初八斗子渔港的第二期工程 那碧莎渔港 他现在其实 因为他涵盖的范围太广了 那我们这边是所谓的游艇港区的部分 那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所谓的渔获直销中心 那我们其实都在同一个场域里面 那我们讨论了之后就会觉得说 其实希望帮他取一个比较美的名字 因为其实这个位置他同在清晨的时候 他可以同时看到星光跟曙光 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星辰码头 就是说也有人特别在那个接近清晨时分 太阳要升起的时候 去看那种逆月星辰那种非常漂亮的美景就对了 其实像我们前年跟今年 其实都有打算办所谓的摄影展 因为摄影展它其实为我们 前年在办的时候 为我们这边留下了非常多漂亮的景色 那这样的景色其实能够用照片的形式 留给其他的人去观赏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今年的时候 也去延续这样子的活动 真的就要办一下 因为像我们起不来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我是又伦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介绍 深宏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他目前是负责游艇事业部 所以说这个游艇部分的这个专业 等一下那就可以好好地跟他聊一下了 我们来欢迎邓湘霖执行长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现在很多北部地区的朋友 大家就是利用周秀二日想要出去玩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大家可能都会往山里面去 可能去阳明山啊 可能去别的山这样子 平陵啊 往猫空啊 大家去泡泡茶 或者是坐那个 就是那个空中缆车等等 但是好像大家要去海边的话 一定就是要往这个东北角方面去走嘛 对不对 所以呢像 像现在其实真的还蛮方便 自从跟海科馆连上了线之后呢 就发觉到说我们只要坐2088 我应该没有记错吧 没错没错 然后呢 他上高速公路之后就会直达到了这个海科馆 他从台北市政府 从台北市政府上车之后 他一搬车就直接到了这个海科馆 那其实他还有包括我们整条沿线 他从可以看得到海景的八斗子车站开始 然后一路海科馆 然后我们这个渔港 然后游亭港 然后海大 然后一路到基隆市区逛夜市 或者是说如果是到两天一夜的行程 那您就可以从九份十分那边开始玩起 对听说离那个九份那边都很近 对非常近 所以就是说等于来到这边的话 你每一次可以设定不一样的旅游行程 你可能这次你就要逛海科馆 那你周围的地方你可以再顺便逛一下 下次来的话你就是专门是游艇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就在这个地方 可是像住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现在基隆当然住宿也很多啦 或者是说其实船上也是可以住的 船上可以住 船上可以住 游艇通常 游艇有开放让大家是可以去 除了就是说可以出海去看看 从外面看台湾本岛之外 也可以在上面休息啊 是 其实像游艇它可以 我们是可以从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八斗子这边坐船到淡水去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坐到宜兰 乌石港去 所以它的航程大概都在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内 它是 这是往伞的吗 还是 其实不用 其实不用 你可以坐到乌石港的时候 你就下船 你就留在宜兰玩 对 再坐车回台湾也可以 我们就放你随便你去了 但也有坐回来的吗 当然当然 其实这样游程 在游艇上来讲 它的安排是非常弹性的 我们可以针对所有的客户 做量身定制的这个行程 那通常像这样子的游程 都是会比较像家族旅游啦 或者是比较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 那其实这样子的活动 它不只是海上 它连路上都可以安排行程进去 就等于是说 有些游港它可以停靠 都是游艇港 我目前讲的都是游艇港 游艇港就可以停靠这样子 游艇港 那在台湾的话 这样子大概有哪些地方啊 举例来说的话 其实北部 像我刚刚讲的八斗子是基隆 那另外我们往淡水去的话 淡水现在那边也有 第二圆码头 它那边也有一个游艇港 那往宜兰的话就是乌石 那当然再往南部的话 这个部分航程就会比较远了 对 所以我刚刚提的意义的这个航程是比较近的 甚至其实从八斗子是很适合去日本的 我们很多游艇玩家 包括中南部的游艇玩家 会特地先来八斗子这边做停靠 然后补给完了之后 再开一个晚上 就到日本的石渊岛或是冲绳 那又是另外一个航程了 感觉冲绳石渊岛 就这个时间点去好悠闲好自在哦 对大家都要去吃和牛这样 对真的就是如此好的一个行程 如果说你又可以自己会驾游艇的人 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三五好友啊 甚至更多啦 你的亲人朋友大家揪团啊 然后一起就是租游艇出去玩 然后有副驾驶 其实通常如果长城我们一定会配 这个都是会有相关的人员在船上面陪同啦 对就等于说大家就不用担心 如果说你想要从事不一样的旅游行程 一般真的就是大家都会搭废机 或者是搭这种渡轮啊之类的 那游艇的部分的话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新鲜的感受 是其实像现在他有非常多所谓游艇管家 跟游艇秘书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游艇秘书其实他会针对你想要的一些游程 包括刚刚您提到就说 如果您朋友他是想做求婚 那他就会针对他的需求 当然还包括经费 去规划出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时间跟节目 客制化 客制化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是现在比较很多东西 我们并不希望跟大家都一样 而是说针对我的需求 希望你给我一个我要的东西 对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真的是经费不一样 然后人数不一样 有些人呢他有一些地方比较专精 他想要自己做OK 但是有些人他完全都不会 像是说可能有一些的手续啊 因为其实如果靠近每个这个游艇港的话 还是有一些既定的手续 你必须要事先先办好的 不然的话因为你是到不同的领域嘛 如果说你是到一种像刚刚提到日本 好你到这个别的国家去了 那个别的国家 怎么不知道说有这个游艇啊 怎么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游艇 要来经过的时候 或者靠近这个游艇港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会很紧张的啦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会有所谓的 为什么说一定要游艇秘书 就是说他会做所谓的航前规划 他在帮你规划做航前确认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帮你做所谓的代办通关 跟报关的手续了 所以其实离港之前他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会到哪里 这个计划都会在离港之前都做好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真的 对等于就是饭店的秘书了 婚礼秘书 求婚的话是婚礼秘书啦 那管家的部分是随行的咯 管家的部分其实他比较多是在针对 如果您的船只 您是有买船的 那他是在帮你做一个船只的管理 我希望我有买 是是 好 起说 因为其实船它跟一般的房子或是车子不一样 它随时是暴露在一个有风有雨有太阳的地方 那它又放在水里 所以它船上又有很多所谓的机械设备 所以管家的部分他比较多是在帮你照顾这艘船 那秘书的部分是帮助你在享受所谓的游艇生活 对 一个等于说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游艇的一些维护啦 然后上游艇也是机器 我们都知道说人也是机器 如果说你久不动 你以为说放在那边还是很新吗 它会坏掉的 所以它还是必须要有固定的一些 可能引擎的一些发动啦 然后还有就是周边的一些清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那秘书方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他会帮你安排所有的大小事 可能在文书上面的 然后可能是在你很多的一些计划上面的 所以它分门是很细的 那都有这些专门的行业了 应该从事的人现在多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从事这样的行业 尤其是因为我们旁边就是海大 所以其实海洋大学毕业的这些相关海洋科系的学生 全部都跑去做那个了 终于有一个是除了邮轮以外 大家可以去比较弹性从业的一个行业了 那的话一般大家想说去玩可能都是游艇啦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就是可能某某某游艇的旅游行程 那游艇的话可能就是几千人好像上万人 游轮的部分嘛 然后游艇的话相对来说的话 它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数的门槛 而且你就不会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 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人 它是真的是一个比较自由 然后一个比较独立的行程 对客制化 然后就是有时候像公司的部分的话就可以 依照就是客户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然后做行程上面再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动 其实像现在坐游艇比较多的族群 其实是钓鱼的族群 那钓鱼这方面其实像之前就还安排生鱼片的师傅上去 现场就可以直接处理 对现场就帮你把鱼杀好 吃生鱼片这样 天哪 所以那个应该真的就是应该不会只有一位去吧 他们就会也是揪团 对啊当然 大家一起去那个海钓 好棒哦 已经感受到那个生鱼片刺身的那种Q弹了 其实像都市人可能 我可能自己比较缺乏增广见闻一点 跟大家分享 像其实鱼肉一夹就散 这件事情其实代表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真的吗 对 我们都觉得说鱼肉一散是不是坏掉了 没有 其实当它从海里钓上来 你很简单的烹煮碗 你夹它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碎碎的 非常的新鲜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 我们在都市生活久了 习惯了我们很多东西都觉得它不是应该就这样 可是等到你去接触到所谓的大自然之后 它的新鲜跟你想像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点好像颠倒耶 对 我们都会觉得说会散掉了 那个鱼不新鲜 已经放太久了 像之前是所谓 像现在也有白带鱼 白带鱼现在它们很可怕去钓 常常都一桶一桶的 回来立刻就是就煎 就煎鱼或炸鱼 对 那个鱼真的是 其实吃到会怕 就是真的很多 它真的就非常新鲜 像我们以前吃到鱼 其实它都是可能已经冻过了 冷冻解冻之后 所以你常常夹是一片的 对 可是其实像新鲜白带鱼 刚钓上来都还没有经过冷冻了 就煎完 你去夹它 它是散掉的 大家真的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都会觉得说夹了可以夹起来一整片的 那个代表它是比较好的品质 比较OK的 然后才会那么的结实 说不知 其实应该要散掉的 没有 当然还是要看你在哪里吃到 如果来到八豆子鱼港吃到一定很新鲜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可能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不管你是去海边海上玩 大家可能靠近鱼港的地方 真的就是要吃新鲜的鱼货 那在台湾其实 从这样的一个饭店业 到游艇的一个行业 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觉得说 哇 一个落女子 旗下要管这么多的员工 现在大概有多少员工啊 我们基隆区域其实还好 基隆大概三十几位 三十几位 但有的时候呢 光是三位就有很多的问题了 因为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资讯上面的一些传达 那像说 像带员工的话 其实在这方面的话 会不会觉得说 哇 最困难的地方在哪边 因为这个是我要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蛮幸运的 第一个是说我们公司到了基隆之后 其实我们用的基隆在地的员工高达75% 我们都用在地的员工比较多 我不知道也许是基隆这个地方 他的人文特殊 我们公司的员工其实都非常 相信力都非常的够 那大家在这个港区管理上来讲 或者是一些港区的游艇服务上来讲 其实大家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管理员工上 很重要一点就是 他到底是被你管 还是他是自己在管这件事情 当这个观念一不一样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不用要求他 他比你更在乎 尤其是我们基隆分公司在巴豆子这个地方 在地的都是在地的员工 对他们来讲 他在打理这整个环境的时候 他觉得那是他的家乡 对因为他对那片土地是有感情的 对所以其实我很少 我们很少去需要特别去要求什么 反而是他们会觉得 希望这块土地好 我们巴豆子游艇港新城码头 其实现在我可以很自豪的讲 我们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漂亮的渔港 这边有特别的一些装置吗 当然我们都在努力 可是最基本一件事情 它的环境像很多人来这边散步 就是说这已经有国外的感觉了 像我们家人也会放音乐 那包括他的不管是空气的感觉 阳光的感觉 跟你走在整个散步的感觉 其实他都非常的舒服 对 而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员工他们发自内心 想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好地方 因为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 欢迎大家来 所以呢 就是说那个环境 就是他就会自动自发的去维护 而不是说工作 反正我就是庆才走 就是交差老师就好了 其实像我非常自豪一件事情就是 像我们在去年前年的农历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假日市集 那因为农历年很多游客会出外走春嘛 我们环境整理的非常好 好到那几天连游客来都没有游客乱丢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人不是不能改变的 而是当你把它维持一个很基本的环境之后 所有人来到这里 他会帮你一起保护这里 爱护这里 对 所以我觉得八斗子游亭港 星辰码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其实很多金融人他们都会说 他们现在习惯假日都要来走走 对 因为真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八斗子这一代的一些民众啊 其实大家向心力都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呢 就是说 等于希望说这个地方能够再次的繁荣起来 而且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边非常淳朴的民情 然后同时呢 大家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都是整理的非常的干净 很多人呢可能来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也如果说像很多的一些拍电视的拍电影的 如果你要拍有关于海边的一些题材的话 说不定来到这边的话 你取景会很漂亮 其实很多 我们这边像之前也有偶像剧来拍摄的都有 对 然后清浮会的一些这种宣导的都会来我们这边取景 对 所以就是真的环境好 然后整个管理的程序就非常的不错 因为我都觉得说像这个执行长 一名女子 现在的女性表现的都很优秀 像我们电台咯 很多一些哥芬台的台长也都是女性的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尊敬的 因为他必须要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单位 刚刚我们有特别有在私底下有在聊 所以像说这个因为在游艇港的一个部分 他必须要接触到的相关单位 有渔业署 还有市政府 海巡 好不好 游会等等这些都是 哇 所以呢就觉得面对各种单位 他可能每个单位的处理的事情的态度 还有他的流程都不一样 是 那可能针对这么样多的一些单位的话 都不会觉得说很烦很累 其实我想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慢慢的 比如说像渔业署 他其实他是一个服务 所谓渔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可是他从很早期 他从一百多年开始 他建造了这个游艇港 其实当时是为了辅导渔民做转型 所以有所谓的娱乐渔船停泊区 然后包括我们这边也慢慢转型成 所谓的游艇停泊区 那其实这都是照顾 是让渔民他们能够去转型的一个契机 对 特别介绍 深宏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他目前是负责游艇事业部 邀请到的专家 我们要来特别介绍 深宏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我们来欢迎邓湘林执行长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很多的渔村 是 比较小的一些渔村 他们可能在捕鱼的一些渔夫们 他们可能都已经年纪非常大了 是 那很多的一些像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的下一代 有些人可能因为读书的关系 因为渔村的资源可能都是比较有限的 他们很少就离开家乡了 那对家乡可能就没有那个在乎的感觉 最主要是没有工作机会 对也是造成就是说可能年轻人生了小孩结了婚为了生计 就外移了 外移了 那外移的话人口老化 或者是说可能爸爸妈妈是双新家庭 就好啦把小孩先暂时丢回来给阿公阿嬷照顾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又带走了 又带走了 只剩下还是老人家在这个地方 那可能就渔村这部分的话就慢慢的就没落了 所以其实像游艇大家都会觉得说游艇跟渔港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是事实上来讲像我们比如说刚刚提到游艇驾训班 他如果是到营业级 其实我们就有承诺渔业署每梯两个名额是半价 让这些所谓的渔民他能够做一个另外一种执照的拥有 所以他不只是捕鱼而已 他也可以做其他的比如说观光休闲 因为毕竟渔业的资源 他有那个食解的什么渔获 对 所以其实当他转型成为观光资源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 而且他不只是可能以前的老渔夫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想加入这个行业 所以变成是把这些所谓的渔民的孩子留下来了 对 所以上次说如果去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执照的部分 老渔夫也可以去 他没有年龄的一个规定 没有没有 而且我们其实针对就是所谓的渔民的优惠 还有学历部分 没有这都没有限制 只要最好能够考试能够通过就可以了 是 所以只要愿意去转型 然后你够认真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因为工作辛苦 然后他想要去考这个执照 因为执照真的对于未来 你在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同学 才会去读这个科大那种技职体系 就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专业的才能 那对于这个如果说愿意呢 还是付出努力的一些老渔民们 他们还是可以去考的 对是是 我们很多很多游艇 其实很多的这种游艇的船长 其实我们会很希望他是有经验的 因为有执照跟会开真的是两件事 可是其实船他也许有些设备是不一样 但是海的观念是相同的 对他们其实就是 不管有没有说照一定的学习啦 是不是学这个捕鱼的一些 像有一些学校就像海大部分嘛 他可能就会教一些比较海的一些知识 那像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 资历比较深的一些渔民朋友 他们就是靠传承的 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做 比如说防台的准备啊 或者是一些天后的状况 其实我们都是在观察渔民 因为他们的反应 包括他们对附近海域 他们该不会预测吧 大概看了一下 真的 天象就知道说 很厉害 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那有风太北来啊 他们真的很厉害 包括看天后的状况 海洋 洋游什么这些都要听他们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今天天气看起来很好 他们说不要出去 出去你会吐 因为外面其实浪很大 这个东西跟我们一般在看天气 其实是完全两回事 对 所以有时候那个经验法则也是 可能是在课堂上面 你学不到的知识 因为课堂可能会告诉你理论 但是实际环境的变化 可能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的整个环境的变化 它可能大自然破坏 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我们现在被破坏得很严重 对不对 自己在接触海的 应该有多久的时间了 其实不长 假如这个大概才两三年而已 诶 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经验了啦 然后呢 每天都要看到海吗 还是说 我还好 我主要是我们现场也有现场的港长 我都戏成他港长 对 然后要随时的督促他 没有 其实他很年轻啊 他也才三十几岁 而且他以前是在我们饭店做馆长 然后他是基隆人 又是基隆人 他是基隆人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回基隆服务 其实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服务 对 所以呢真的就是为了家乡再做事情了 那特别提到了说 像大家以后可以去八斗子的星辰码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除了很干净 那他还有什么特别的装置 还是说还可以看到哪一些的特殊的一些表演啊 或者是说 还是说好听的音乐啊 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现在八斗子渔港 游艇港 星辰码头这边 我们其实就是临近所谓的渔货直销中心 所以其实来到这边 当然你可以选择搭游艇出去玩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陆地上 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大的草坪 像我们有时候夏天六日不定期会办所谓的假日音乐会 所以其实你来 然后到直销中心买一些渔货 坐在草地上 听听音乐 吃吃小点心 其实感觉非常的舒服 也不用特别什么一些的装置设施啊 因为像现在大家都会讲求说 你不要破坏大自然的自然风貌 对 然后你就是去融入大自然当中 我们这边很多还有放风针 因为我们这边是基隆很难得的一块大草坪 所以其实大家会在这边 就是太阳西下刚好后面山挡住那个西塞的部分 然后大家会在这边放风针 骑脚踏车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简单的游乐设施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保持的是那种 原貌 对 比较休闲的生活 而不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游乐设施都变 其实你在都市也是玩这些 可以玩得到嘛 对 来到这边我们反而希望是你可以在草地上打滚 然后你可以就是坐船出去碰碰海 看看海 像我们有的时候开船出去的时候也会遇到海豚 对 海豚很有趣 真的 因为它比较不怕人 对 你开的时候它会跟着你的船头跑 对 它即便要去的方向跟你不一样 它也会过来跟你玩一阵子 对 所以说每一次出去都会看到海豚吗 是要运气 不一定 不一定 像之前他们也救了一只海龟 所以其实这边 因为像在朝静公园 他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富裕区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想碰水 你可以从海上面看 对 如果你愿意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新的所谓的潜点 潜水的潜点 那下面有一个秘密花园 里面有非常多 这边现在是所谓的进捞 进捕 它等于是一个环境保育区了 对 然后大家来到这边的话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生态 而且是你可以了解到说 生活在这个台湾的宝岛 在沿海地带 那个海域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以前应该是更漂亮了 只是说 整个受到了一个工业环境的一些影响 全球的污染 对 全球的一些污染 不过呢 像现在有发展这样的一个游艇的一个码头 希望呢 可以让大家就是说 多搭成这样的一个游艇出去 然后大家当你在看到 就是一大片海的时候 你听到海的声音 它在告诉你说 请注意做好环境保育 是 然后要珍惜 所有 一切大自然的资源 刚好也可以看看台湾这个本岛 我觉得会让大家有很多的一些 让你的紧张的生活可以放慢脚步 因为平常真的在 像都市里面 很累了 大家都已经是 每天繁忙的工作了 然后脚步又很紧张了 那到了海边去 当然就是要好好的漫步 好乐活 像我们的港内的船主的生活 可以分享给大家 港内有些船主 比如说他是喜欢钓鱼的 那他就买了一艘船 买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贵 他其实 五十万一百万 他其实就可以买到一艘比较小的船 上翼的游艇也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游艇当中去选择很多 是适合你的 那像这样子所谓喜欢钓鱼 喜欢海钓的朋友 他们会自己买一艘船 一天二十四小时 只要哪里有鱼 他就会开着船出去 钓一两个小时 半夜了 也会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放松的 而且很有成就感的 跟海相处 跟鱼搏斗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有趣 因为钓鱼是要有技术的 有时候还不用看到太多人 对真的 然后呢 另外一种船主是 他买了一艘船 他放在港内 他就每天他会假日 或是假日的时候 他会带个报纸 带个杂志 带个书 好悠闲哦 对 他就坐在船上 晒晒太阳 看他的书 那外面浪框好 他就把船开出去 兜两圈 回来 那像另外一个船主 他本身自己很喜欢开船 所以他买的船的 马力就很够 你就会看他出港之后 就开始飙 这个不是陆地上 陆地上你不能飙车 会有人的安全 会有罚单的问题 在海上没有 乘风破浪 对 你可以想象那个船在海上面 用飘的 因为他已经快到 是浮在那个海面上了 这样子的船主也有 那另外也有像 我们港内也有船主 他是一家人 爸爸妈妈 然后两个小孩 你就看爸爸上班前 早上七八点 他会先来摸摸他的船 然后小朋友假日 就会跟着来 然后没什么事情 你就看他开着船出去 绕两圈 带着小朋友 我觉得那样子的生活是 你跟你的家人是 没有外面干扰的 对 你不是说你被电视 或者是被什么其他的游戏 或者是去唱什么KTV啦 玩线上游戏 那个可能都只有Full 一个年龄层 他们会去做的活动 但是出海咯 大家全部就一起聊天吧 大家就是只能跟自己相处 只能跟身边的人相处 放个音乐 然后吹吹海风 然后看看海里的鱼 真的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你回到跟自己相处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开心的 因为人真的就是说 除了需要自己单独 有时候留一点点的 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自己对话之外 或许大家也必须要去思考 在你这个繁忙工作之余 你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 到底有多少 可能很少很少 像我自己就觉得好少哦 对 都好像一直在工作 不可以这样子的 这个因为其实如果说 家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变少了 那个距离感觉就会越来越远 对方也不知道说 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刚好是周末假日 大家都休息嘛 你就挪出时间来 彼此之间可以聊聊近况啊 然后那种心与心的交流 其实是可以温暖彼此 这个平常各自忙碌的那种 繁忙冷漠的那种感觉 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另外一种休闲的一个模式 以前呢 我们常常介绍大家 要去大自然深山里面 去吸收这个芬多金 现在呢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呢 搭乘游艇 出海呢 去闻闻海味 对不对 海风吹过来的味道 然后呢 你会有一种不同的 一个新鲜的感受 而且呢 它以后会变成一个 长迷的休闲文化 不再是让大家觉得说 它是非常高贵的 大家要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形的话 其实像这边有脸书吗 还是有网络 有有 公司网站跟FB都有 对 只要打上新城码头 八斗子的新城码头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资料 的一些介绍 那大家如果说 还是有更了解 想要了解的地方 你可能网络就觉得说 还不够啊 你想要问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呢 好 这个上面也会有电话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邀请到的是 深宏建设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邓湘林执行长 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八斗子的新城码头 然后呢 去到那边 大家可以规划一个旅游行程 搭搭游艇 然后吃吃 新鲜的一些生鱼片 哇 相信大家的这个休闲生活 就会过得很精彩了 最重要就是 亲人跟朋友的感情 会变得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 来上我们的节目 下次如果说 有特别的什么活动啊 还是有一些这个 有关于大自然 海景的部分 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 谢谢执行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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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